结构式龙笔要达成两件事情 在东方人的鼻子是需要挺起来 必须要去控制我们鼻头的软骨 鼻头软骨是有两个挺好的翅膀的形状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翅膀的形状把它做挺起来 鼻头的结构上面完成之后 又必须要把三菌跟鼻梁的结构做好 基本上结构式龙笔必须要把这两个部分 把它完成度做得非常好 你才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结果 其实早期我们把三菌式龙笔跟结构式龙笔好像连接在一起 但是很多医生不甘示弱就提出更多五段七段的说法 但是如果真的拆解鼻子的细部结构 可以拆解到十几个部位 其实真正的结构式龙笔不再是多少段 而是怎么样把我们想要的细节 根据客人的要求都做好 再是结构式龙笔的精神 鼻子的美是有趋势的 每隔这三五年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会改变 结构就不好看 大家开始知道鼻子其实是3D的一个构造 你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鼻子 而不是单纯从正面 或者是单纯从侧面来看 每个角度去看鼻子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它是一个3D的结构 所以要把鼻子做漂亮 其实医生的脑筋要有很完整的3D的美感跟架构 才有办法得到好看的作品 我们在讲手术的方式 只是在讲我们怎么去搭建鼻子 但是离美感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境外科手术里面一个非常精细又具有挑战性的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